請問不要再縱容她 最好轉告女岳父 只要能證實彭善有罪 無論多久 我都不會放過她 不過妳今天帶妳們小時候玩到海裡 居然問海皮 我很感動妳對她的真心 所以 有些事我不想的最終 今後我們的未來 也許就跟那個腳印一樣 以後永遠是背道而馳 距離是越來越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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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吧 來 今天是你岳父的生日 所有人一定都在等妳 妳現在趕回去 趁客人還沒有走 找個藉口解釋一下 妳要做什麼 好 趁客人 我會把我的心事跟大海講 就好像我小的時候一樣 小心海浪 好 海浪 我愛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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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永遠愛妳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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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華姐 你自己剛醒過來 還是回房多休息 我還一休息會照顧爾文的 剛才醫生淋走的時候交代過 爾文已經醒過 為了怕她太激動 已經給她服了點藥 好讓爾文放鬆多睡會兒 你放心 爾文只是頭上一點外傷 不會有事的 我一直要問你 你真的什麼都知道了 你知道了也嚇不了我 達爾文出生的那天開始 我就打定了主意 就算傅昌拿著機關槍架 架在我的脖子上 我都不會承認的 爾文她為了保守那個秘密 寧可承認自己愛上你 她怕傅昌知道了這件秘密會傷心 她更怕傅昌打我 甚至於把我撵出石家的大門 我求你啊 看在爾文一片的孝心上 你不要把我們母子 逼上絕路啊 秦華姐 你放心 我早就告訴過爾文 我絕對不會說出這個秘密 活得傅長跟爾文的 我還會盡量撮合她們 讓她們之間的感情 跟親父子一樣 好 謝謝你好妹妹 爾文 你不能丟下老梁不管了 你知道 我只有你這唯一的指望了 爾文 你什麼名字啊 你什麼名字啊 怎麼什麼調你都會差 你要真把她給嚇死 到時候 你才什麼指望都沒有了 醫生 叫她多點休息 你們倆出去 不唱 什麼都是假的 你看在 她是你唯一的命根子 你就原諒她 你別跟她傲氣了啊 出去啊 你竟然愛上了自己的季母 我本來不能夠原諒你 不過 看你連命都不要 拼命地認錯 我 我有這麼忍心 在怪你呢 你看 這就是你的臥室 自從你搬出去以後 我一樣東西也沒搬過 就希望 有一天你會自動搬回來 可是 你就是死覺性子 跟我一模一樣 誰叫我們倆 是親父子 幹什麼你啊 你真以為我會趁你不在 把你兒子給掐死 是你要留下你兒子在這兒的 如果你想他早點復原 你給他弄點補品 給他補補 好 好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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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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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真的喜歡二男嗎 我第一次選錯了女婿 我不希望二男 也有二如的下場 同志啊 我跟別人不一樣 我不貪圖實價的財產 我不在乎名利 我不為了你家財產的個人 那除了這個之外 我當然是真心愛他了 喝酒 喝酒 我記得 你不止一次衝進來 跟我説 你愛的是羽慈我 是啊 在我沒有碰到晚餐之前 我絕對不可能忘記羽慈的影子 好在 我終於找到一個個 可以讓我光明正大去愛的女孩子 他來了 我們的交往要經過董事長 還有師夫人同意才行 喝酒 謝謝 董事長 找你給我一次機會 我一定會證明給你看 我絕對不會像 你今天生日都忘記的 附身的樣子 讓你失望的 董事長太晚了 我就先告辭了 祝你生日快樂 再見 今天什麼日子 你怎麼解釋 對不起 對 對不起 算什麼鳥解釋 我並沒打算解釋 我只是向爸道歉 你可惡 傅長啊 老如一直沒有機會 祝你生日快樂 所以在他睡覺前 我推他出來 乖女兒 你是爸的唯一安靈 雖然你不能說話 但是我知道 你記得爸的生日 好 爸答應你 什麼都不說的 你看到沒有 你看到沒有 兒如在幫你求情 時代的人沒有虧待你 只有你對不起時代的人 老爸替你回房 好 謝謝你再一次提我結尾 你什麼都不用說了 我了解 這個家以前不管大小事 通通是我在調解 現在有了你 我想有一天我走了 我走了 我也能安心 一丁師 恭喜妳 聽說妳好幾個事嗎 很好 我才剛開始接受 司法關訓 以後還請 有請檢察官 總共交往 您客氣了 您是榜首錄取的 將來收完訓以後 他各月都真相錄取 你這位最優秀的檢察官 太過了 太過了 我沒有用了 你核對一下電腦相關資料 看一遍遺漏掉 是 大概是遺漏了通知我吧 臨時開股東會 為什麼不知會不知 是不是 像上次我生日會那樣 你人不來 連一句解釋的話也沒有 當然不是 這次召開會議的目的 是要選出幕僚群 建立合理化制度 然後再以我為中心 建立一個總管理處 將來好實際管理整個覆蓋集團 以你為中心 你根本是想大權獨攬 架空其他的人 尤其是我 爸 現在很多大企業都這樣做 讓第二代接幫人 能夠實際掌權 這也應該是爸陪著我多年來 最終的目的吧 時間差不多了 我該去開會了 這是我第一次一董事長 跟董事們開會 那您出席的話 我的意思是說 您是剛現任的董事長 您要是出席的話 那些董事不知道是聽您的 還是聽我的 所以我希望你迴避一下